各位,用NOT VPN除了可以隱藏你的身份和保護你的私隱之外 還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 例如在網上看串流影片Netflix 用了NOT VPN之後,不同地區的電影和劇集你都可以看到 例如限定某一些地方才可以玩到的網上遊戲 用了NOT VPN無論你在什麼地方都好 你都可以玩到 在網上訂酒店機票或者買東西用了NOT VPN 你身處河地都可以拿到不同地方的折扣優惠 NOT VPN 一個戶口可以有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一家大小都可以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 關鍵字是SAMNGX 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如果不滿意的話 可以全數退款 挺好用的 不妨試一下 歡迎收看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剛剛我看到一份財經報紙的報導 在網上也引起很大的討論 有關於特區政府 地政總署 原來就在幾個月前已經開始在賣地 和短期的租約的條款裡面 加入國安法的適用條文 如果你違反國安法的話 所謂違反國安法就不是說拉你要判罪 說他懷疑 你就會取消你的入標資格 也會終止你的短期租約 原來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開始了呢大家不知道 沒有公佈的 在2022年11月4日 即是去年的年底 招標的啟德2A區 2A區4、5B 10號地盤 還有現在推動很多福官地 包括赤柱的橫角道 招標的荃灣寶峰路 旺角洗衣街地皮等等 原來一早已經加入了這個新增的條款 就說政府保留權力 可以因為投標者 投標者 或者他的母公司 如果他有母公司的話 涉及這個威脅國家安全活動 而取消他的資格 要記住 所謂威脅國家安全活動 這個說法是不用審的 不是說你被法庭判了罪 說你真是國家安全 然後才取消你的資格 原來是 由地政總署 即是這個部門 推出這個 投標地皮 和這個短期租約的地盤 因為這些地是屬於政府 這個部門去判斷 又或者 這個部門上面 我不知道是不是國安署 他判斷這個財團不行 這個財團不行 這個財團不行 他就可以 取消你的資格 或者你繼續給你投標 然後在去年11月 是已經 已經是 用緊的了 他的說法就是 如果當局 合理相信 中標的 承租者涉及 違反國家安全的行為 是有權 中止 這個 租約 無論是 投標 買地 和租約 都是這樣 這個地應總署的上司 發展局 發展局 內部的 物料供應和採購規則 採購規則都是這樣 然後加了 2022年8月29日 加入維護國家安全法的相關要求 指引清晰地說 適用於所有種類形式的政府採購 地用總署跟著 加入賣地的文件 和短期租約的文件 大家記住 採購 公務呢 是什麼來的呢 就不只是你有大批貨 要賣給政府的採購 香港人呢 很多都是做政府的生意的 賣一些物資給他 固然是 就是你長期供應給他的 或者是他再出來投 就是給三份標書 四個投標人 去選一份 這個政府一向都是這樣規定的 又或者一些服務 例如一些公務員的訓練等等的服務 現在就很清楚了 是加入這個國家安全法的相關要求 你跟公務員的訓練 如果你簽了一個約 你不用宣誓 如果你簽了一個約 就是要維護國家安全的 你這個訓練的過程裏面 發覺你 你的訓練 你的訓練那個導師 說的東西 有人在現場看著 認為你說的東西 你批評政府 你是違反這個國家安全 又或者你賣東西給他 你在你的Facebook那裏 說的東西 違反國安安全 那麼他有權 就是去取消你的投標 不知道投標之後會怎樣 是不是有權不付錢 還是怎樣 這個 講這個租約 就說 短期租約就是這樣說的 政府可以因應國安考慮 在合約進行期間 終止合約 因為政府是以地主的身份 將政府的土地 租給中標的租戶 政府和這個中標者的採取合約關係 是 租約期間持續有效 所以呢 如果不是租約是賣地 那怎麼辦呢 政府賣地屬於政府出售的土地 完成招標程序和簽了土地文件之後 賣給這個中標 這個土地屬於私人財產 就不存在這個土地合約關係 如果有國家安全 就由這個執法機關去處理 我剛才說 現在採購合約都是 然後就是賣地 和這個短期租約 都是這樣 這個消息一出來之後 其實大家 不是很察覺到 那些投資者 這個消息一出來之後 地產股 全線下跌 下跌了 最高到 6-7% 那麼厲害 全線下跌 包括這個 新世界 加利 新地 信和 九倉 全部都 跌 而且我看一些財經的專家 報道 他的說法就是 最近有不少的投地 這個標書 都是 非常之低價 去買得到的 尤其是詳實 英雄偉 他們是撿死雞 其實 這個新聞還沒播出之前 我相信 香港的地產商 全部都知道 這個條款 在去年11月已經推出了 他怎會不知道 這麼大的法律部門 對不對 知道的 不過他們不出聲 他們不出聲 現在就 慢慢做 有些就放棄了投標 而且有些 地皮留了標 沒有人投 有些就是 用很低價 譬如詳實 撿死雞就投到 一個地 你知道的 成哥的家族 挑通眼眉 他覺得 都博得過 那就博了 這個 梁志堅 這個地產 建設 商會 他 回應 回應傳媒的查詢 他就這麼說 他說 加了這個 國安的條款 對發展商的投地意欲 沒什麼大影響 保護國家安全是英分的 沒什麼大影響 但其實我就覺得 他這個說法 完全反映不了 事實 是有影響的 有流標的情況出現 有這個投地 越投就越低的情況出現 這個標書越寫越低 亦都有 是很低價投到的情況 那麼 大家問一個問題 外資公司 怎麼辦呢 外資公司 你說要維護國家安全 維護哪個國家安全呢 當然是維護中國國家安全 問題就是 你自己的華資 港資 中資 可能自己去估去揣摩 去益測 究竟什麼行不行 條線怎麼劃 因為你的法例太闊了 不是紅線 不是紅網 是紅海 但是外資公司 究竟要怎麼去估你 那條線在哪裡呢 外資公司 會不會因此 連地都不投呢 梁志堅的說法就是 不會嚇走外資 沒問題的 外資公司 決定投資在香港 那又怎麼會做危害 別人國家安全的事呢 每個國家都會有 國家安全的措施的啦 有什麼問題呢 他理解政府的做法 這個地產建設商會 主席 地建會執委會的主席 他就說理解政府的做法 梁志堅 上述加入國家國安法適用條文 主要因為 2019年下半年香港發生 反修例風波 過去不需要提 大家都understood 現在就要寫到明 我就覺得這樣的 香港的華資 他一定要這樣說 香港這個港資的公司 一定要這樣說 你一定要服從到底 他自己各有盤算 究竟 投不投香港的地 會不會 永遠都是 這個是供求來的 當你香港人 看到這樣的風頭火勢很多 中產階級 壯年的人 當打之年 有不少的財富的 都連緊拔起走 變了那個房屋的需求呢 為什麼早輪會跌得那麼膠關 是不是 跌十幾個百分 因為房屋需求 大幅減少 這一班是 很有經濟能力 很有消費力的 如果留在香港 一定是會買樓的 甚至有人買樓來投資 這班人都走了 然後 然後你看得到 這個 很多的樓標 這個招標的土地 有樓標 有割價 用最低的 標價買到 你看得到 這個 所謂國安的條文 放了下去之後 究竟是會令到 市道會更加興旺更加發達 還是會縮一縮呢 外資一定會這樣想 美國 駐港總領事也是這樣說 有不少的人 以萬計的美國人 已經離開了香港 包括 疫情的情況 又包括國安的問題 你 外資公司留下 僱員留下 都覺得不安全 你現在連賣地 都要加入國安條款 我想問 所謂外資 可能他們的界定 大陸資本 除了大陸資本的外資之外 有誰 還肯 留下在香港 冒住 因為他不知道什麼時候 你的國安法會受到影響 說你違反國安法 這也是一個 我覺得 不公平的 競爭的一個手法 這家可以 這家可以 你的母公司說的 不可以 你雖然在香港 循規道舉 因為你的母公司有問題 所以不讓你投 即是說 是會令到投標的過程 充滿了 不確定 和不公平的因素 不是一個公平 不是level playing 感覺 這是一個 用這個法律去這樣做 我剛才說過 投標 土地 短期租約 再加上政府的採購 很多香港人是靠政府賺錢的 你們要省定一點 要不然你飯碗都打爛了 接下來會怎樣呢 很多人都說過了 這個教師 要不要宣誓 大學教授要不要宣誓 早前有個說法 就是說 逢親拿政府公帑的 都應該要宣誓的 說出來就說 拿中門要不要宣誓 水果金要不要宣誓 老人金要不要宣誓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講 拿政府公帑的宣誓 這次我覺得 如果一年 現在地產商一定很純碳 他繼續在做生意 他自己有盤算 會不會分散投資的風險 他一定會很純碳 一定同意 我相信地產這個股票 這個股價 都會回賺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 沒有辦法 一定要這樣做 他看不到眼前 馬上看到那個危險 但是如果 如果地產商都完全 完全沒有問題 覺得繼續可以做生意 下一階段 就來 這些所謂洗公帑的 所有 特區政府的 間接的僱員 包括學校 包括老師 醫管局 那些 來了 他要 零死角 要掃了 每一個角落 這個就是國家安全的 你說 地產商不怕 成哥就挑通眼尾 便宜就買 分散風險 分散投資 你猜真是 愛國 不賺錢 一樣賺錢 那是不是真愛國 我真的不知道 真愛國還是真愛錢 在 在中國大陸 那些人一直去說 說去愛國的時候 就是這樣說的 愛國就是 這個工作來的 罵美國就是工作來的 去移民 去美國 留學 去美國生活 去外國就是生活來的 別人是分得很開 愛國如果有賺到錢的 當然是外國 如果外國賺不到錢的 要虧本的 我為什麼要去外國 現在就要賣地的條文 短期租約的條文 採購的條文 都要你簽為 要違反國安法的話 就會 不讓你 這個投標 其實是跟宣誓沒什麼大分別 你這樣做呢 就等於宣誓了 對你來說 是有法律上的約束力的 如果香港 真的要做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我也不知道 從何談起 層層關卡的話 怎麼繼續做下去呢 你說 經歷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的patreon 繼續支持我的心底口快頻道 多謝你收聽 再見 謝謝 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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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